10月14日 有网友在东京的药妆店 偶遇范冰冰跟李晨 当时冰冰姐正在逛药妆店 不知道是不是购买她最爱的面膜呢 这是李晨求婚成功之后 两人首次出外旅游 与之蜜月的节奏呀 图片可见范冰冰穿着一身黑衣 连帽子都是黑色的 可能因为当地中国游客比较多 范冰冰被认出来的几率也大 所以她即使在药妆店内 也是戴着墨镜 还给每个人都签了名 见到偶像之后 这位网友难以抑制激动心情 连发几条微博 描述当时偶遇的细节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范冰冰很瘦很美很有善 李晨能娶到她真是有福气